换个焦点 近年来台湾果农凭着高端的农业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台湾蔬果和清真食品节 今天在博卫年广场的超市盛大开幕 现场售卖了各种台湾的新鲜蔬果和土产 让民众可以试吃和抢购 为台湾蔬果和清真食品节主持开幕的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洪慧珠表示 台湾果农近几年通过引进高端的农业科技 不断研发和创新 持续推动台湾水果的出口销量 年年创佳季 如今像橘子这类季节性水果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值得一提的是本地知名电视主厨也亮相食品展大显山手 以台湾严选的特有食材 现场烹调多道符合本地口味的菜肴 让公众品尝和试吃 这个展示会将从今天开始 11月23号到12月1日维持9天 欢迎马来西亚朋友 跟我们一起分享台湾高品质的蔬果 还有清真食品 RTM采访报道